哈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讲讲现在二十大之前的部署了, 因为为什麽呢? 刚刚讲了在下个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就会讲第三个决议了, 所谓第三个决议就是为共产党 过去一百年裡面做一个总结, 因为那个条文未出,那个内容未出, 我们就难以去评论了, 不过大家现在希望能够就是, 它都秉承第二个决议的精神, 如果能够有第二个决议的精神最好, 为什麽呢? 那个是摆明共产党是总结过去的某些错误, 错误,然后是摒弃他们的历史租白, 譬如好像是彻底否定文革, 这是第二个决议裡面的最重要的内容, 1981年邓小平那时候搞的。 所以,习近平现在搞这个第三个决议, 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呢? 大家要注意几点了,就是他如何评价六四, 当然大家估就是六四它仍然是维持现在的调子的, 如果是这样来讲,就是他不会改了。 另外一个,他如何评价这个改革开放, 邓小平所推行裡面的一些功劳, 现在看起来走资本主义道路。 所以,我先用一个引子, 大家关心下个月举行的六中全会第三份报告是怎样的。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注意着习近平最近的另一个动作, 就是出席人大的工作会议,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裡面, 讲的什麽内容呢? 大谈民主。 大家都说, 讲民主,看看有没有什麽新东西。 接着,大家湊起整个图画, 就是第三份的决议, 就是为习近平铺定路在二十大裡面, 是争取二度连任。 你吸引大家支持他二度连任的时候, 除了他放他上台10年那个功绩之外, 你还要给人希望,就是这个所谓民主發展。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刚刚举行完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先从他的公布或者他的讲话裡面, 看一些字眼先。 裡面就讲了中国的人大制度, 即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人大制度它认为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我一看下去,创造就创造了, 因为是创造出来的, 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这样的做法, 好了,你创造了一个现有的人大制度出来, 但是是不是伟大呢? 不知道的,是吧? 因为为什麽呢? 我这裡所讲是不是伟大呢? 就是不存在一个贬斥或者歌颂的问题, 因为你现在仍然在实行你这个年代, 你这个执政党的人大, 即是说人大这个制度还未完的, 还未完的你怎样做总结呢? 是吧?怎样叫伟大呢? 最多就好像文革那时候所讲的探索中,是吧? 所以它一下定性,这个伟大创造, 已经可以预视着我稍后所讲的那些内容, 基本上都是隐恶扬善为主的了, 这个就是官方的角度了。 另外一句说话就是, 现在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 是世界政治发展史上, 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 哇!厉害了这一个,即是说怎样? 即是说,第二天这个制度它希望能够扩散到, 作为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参考以至效法, 是吧?你看它是提升到那麽高的, 当然大家看这些内容的时候, 不会如是未来的效果, 一定按照现在这样的投赏, 而是说大家看成是习近平的未来, 那个进一步巩固权力或者连任的铺路工程, 是吧?大家是这样看。 另外看一点就是, 这个要跟外国去争取民主基地的舆论争夺战, 是吧?这样去看, 大家都是这样的了。 好了,我们不妨再看, 既然习近平讲得出中国的人大制度是伟大创造, 以及世界上都是一个全新意义重大的制度, 我们不妨可以看看具体它有什麽理据,是吧? 人大的实质我过去都跟大家分析过很多次了, 我们看看它今次有什麽新东西去说服到人, 我必须要指出的, 这个未是最后在官方文件拿出来的时候, 必须要看他们一些智囊写的文章, 给什麽意见, 其他官员,包括人大的负责人, 他们怎麽讲? 这些从蛛丝马迹裡面可以看到, 以后它会拿什麽东西出来跟大家分享也好,宣传也好。 好了,我们如果稍为回顾一下历史, 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阵营, 他们个个都叫自己民主的,民主国家, 你看看东德、朝鲜、北韩, 都是叫自己民主共和国的,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着你见其他即使柬埔寨, 它都用民主这个字, 而西方阵营当时用的那些来讲, 它是用自由,我们都是自由国土等等, 台湾那边叫自由世界,自由社会等等, 换句话讲,民主一直以来是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招牌来的, 而自由就是西方阵营的招牌, 两个招牌去撑的。 好了,经过了那麽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跟着到现在大个体牌了,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少了, 跟着关键是看实践。 好了,结果西方世界用它的实践, 慢慢慢慢它即使不是叫民主共和国, 那个民主的内涵慢慢由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阵营转了过去西方阵营了。 是吧?好了, 跟着大家要讲,我是民主的,你是假民主的。 到现在,中国就要抢夺民主的话语权, 所以近期值得注意的一个人叫做林尚立, 是谁来的呢? 就是现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兼秘书长, 如果讲起来,大家看看中央政策研究室, 长期以来都是三朝国师王滬宁坐在那裡, 他是由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 他都是研究室主任来的, 但是没多久之前,这个位置就转了, 王滬宁就只是继续保留政治局常委, 预计着他可能二十大的时候都很可能退了。 不过我刚才讲的这个林尚立是谁呢? 就是王滬宁的学生, 是在上海复旦大学的, 他也来过香港中文大学交流的, 在中大又去过日本、美国、德国等等, 做访问学人的,等等,所以他都有一些国际的接触。 好了,现在很多的习近平的民主理论, 就是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 跟着林尚立就是一个主要的写手了。 大家看看有不同的范畴的, 习近平的写手都不少的,丁薛祥, 整班那些民胆所谓的。 好了,现在看看究竟林尚立 是拿些什麽出来去丰富, 或者巩固习近平的民主理论呢? 好了,我们先看他第一样, 他第一样就是习近平也都提出来的, 讲民主是要看实践的, 跟着就讲民主不是装饰品, 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跟着讲到民主, 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裡面得到什麽的口头许诺之后, 更加要看选举之后, 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 一听起来讲, 立刻想到的, 从中国角度,你这个当然是针对美国了,是吧? 你竞选的时候, 讲了很多,开了很多支票了, 欧洲都是这样,但是不承诺的。 好了,这一个批评我不否定, 很多开完支票, 到最后不落实的,香港都是这样, 香港大家的施政报告, 经常都出现了很快,不用两三年就改了。 所以,这一个中国这方面的指责, 我不否定的,可能这个角度是对的, 不过,马上反过来,假如这些批评的话, 放回中国呢?那是如何呢? 我这个只不过是提出一个思考一个方向, 你说中国很信守承诺的, 如果看它的表现,在国际问题上面, 遵守承诺,尤其是对强势的一方, 你暂时是没有能力去扭转局势的, 仍然是大家在角力,或者是别人稍强的, 中国多数都会承诺,遵守承诺的,是吧? 因为这个来讲,我经常讲的, 我对外是很务实的,因为你对外有制约, 你乱来的时候来讲, 你自己都不是伤身的, 但对内是不是所有承诺, 你答应了人民那麽多事情, 到最后你全部实现呢? 你问香港人怎样看今天的一国两制, 你就知道了。 这个眼前的一国两制,香港的选举制度, 它是完善了,爱国者治港, 你原则上我都不反对的, 但问题你执行起来的时候, 跟80年代以至回归前那6年, 即是1997到2003年, 那时候比较起来的时候, 你看看今天的香港的制度, 跟那时候相对宽鬆的已经很不同了。 所以,如果你说去按刚才讲的那些, 你还要看下选举完之后, 答应了的有多少是实现了的呢? 大家就心胸有数了。 不过我们都请教过一些官员, 他说,你讲这句话, 我用这句话来问他们, 他说你不对, 即是说我不对。 为什麽呢? 习近平是讲了明,你看选举之后这些承诺, 实现者有多少,是吧? 问题就是选举之后。 现在香港选举了之后,你便看特首了, 但是国内那个选举, 是跟香港人讲的理念是不同的。 所以,他没有违背到, 只不过你香港人理解错了。 他现在是这样解释。 所以,我想这些大家已经是自己有自己的判断了,是吧? 第二点是什麽呢? 就是说民主与民生是互动的过程, 是整个国内现在叫做全过程民主, 即是全过程的,你不要能够斩开一截的。 然后民生先改善, 跟着民主是会配合互动, 这个是人民民主的中国路径, 亦都大家互动, 是体现了两者,民生和民主, 既是互相拥有,又互相促进。 这个来讲,从理论上来讲, 又不反对的,是吧? 因为为什麽呢? 再深入去看来讲, 大家便要去看到一些更深入的问题了。 好了,如果你说是民主民生, 不应该切割的,一起推行的。 跟着,大家首先立刻想到, 邓小平当年是否这样讲过? 同样是,他说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解决民生问题, 跟着去推动政治改革,民主发展。 但是,大家看到邓小平所做的事, 大力去改善民生,拍手掌啦,是吧? 我们那时候都有参与大家怎样推动, 令到中国富强的。 但是,是否富强了之后,就一定会开明, 解决民生问题之后,就一定会有政治, 或者民主改革呢? 现在大家看到, 第二个部分的问号就很多了, 尤其是在六四之后。 我很记得1987年,中共举行十三大, 当时仍然是给大家一个感觉是改善了民生, 开始起步, 或者民生改善、经济改善的势头开始确立了, 开始搞政治改革的初级阶段。 这些字眼,我都记得很清楚的。 但是,在1987年的十三大, 将一些概念写了进去党章之后, 开始执行的时候,就开始犹豫了。 当时党章裡面听了很久, 才将两句说话写了进去, 一个就是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 重大事情经人民讨论。 另外一个就叫党政分开, 写入党章的,写了进去的。 但是到1988年开始尝试执行的时候, 就有疑了, 你怎样可以让老百姓知道那麽多东西的。 当时就开始起草新闻法, 结果新闻法出的第一稿而已, 整个稿裡面只有一次提到新闻自由而已。 这些,大家如果有机会找回那时候的稿来看, 大家就会知道的了。 好了,跟着就是经济有波动, 跟着当年的北戴河会议, 1988年的北戴河会议, 就开始权力争夺战了,是吧? 当时就是李鹏取代了赵紫阳, 作为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 即是由民生经济权才抢夺过来, 跟着延续到六四。 而1987年亦都是胡耀邦被迫下台, 到89年4月15日都有少少气愤, 这样心脏原因是细细的。 所以,大家看看,如果他讲了民生民主是共同一切的, 大家首先问的就是, 究竟搞民生工作,大家肯定的同时, 有没有搞民主改革呢? 还是甚至跟民主改革都退后呢? 是吧?这些才是重要的。 好了,再看他的理论, 就是说民生民主是否可以同步一起搞呢? 尤其是现在经济改革已经是40多年了, 已经有一定基础了,是吧?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否一定要说我经济要很强, 世界第一了,我才开始搞民主改革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时间跨度可以是很大, 大到最后民主改革是抛诸脑后的,是吧? 我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做不到, 而是说, 他如果是想着让大家有更多的凝聚力, 的话,万众归深的话, 他应该有魄力在现在的基础上面, 已经明显地搞民主改革了,是吧? 就跟现在他们提出来的理论, 给人感觉到你是在安抚人, 讲得好听些是在安抚人, 讲得不好听些你是在骗人的,是吧? 所以,第二点,这一个。 好了,到第三点来讲, 他就说,中国的民主建设不是在对抗的基础上面的, 而是在合作的基础上面的。 这个就是讲国家和社会, 即是政权和老百姓, 应该是互相合作的,而不是互相对抗的。 理论上,我都不反对的, 因为大家同心同德,一致向着同一个目标, 但是问题现在就是出现了, 假如国家,即是政权和社会人民的利益有矛盾, 而源头不是纯粹民间原因, 而是说官方原因的话, 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一个破坏合作基础是哪裏做的呢? 那个对抗基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所以,我经常跟国内很多朋友讲, 如果他的理论往往是第一,抽空了现实, 第二,他孤立了某一个片段, 如果是这样,我经常讲, 你孤立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多数成立的, 我都不否定的。 所以,我经常讨论问题, 我不会有单一个角度, 官方好的,或者官方角度我都讲的, 接着就看你怎样做。 好了,去到现在这个来讲, 大家就会發觉他抽离了抗衡、 那个对抗基础,那个原因, 他抽离了原因,如果是这样来讲, 就变成了那个话语权全部落到官方的数了。 那如何去讲民主改革呢? 因为民主改革最基本的一个就是, 人民的表达权利, 宪法裡面都写得很清楚的了, 新闻、言论、出版、结写, 甚至是游行罢工,都有的。 问题就是,你的实践, 我刚才第一点裡面,你现在实践, 令人感觉都不是这样。 第二,你现在的解读是被人感觉到抽离了的现实, 我只不过是从那个讨论的角度, 我也不否定国内有一个讲法就是, 现在现实是很复杂, 它经常用国情复杂是这样的理由的, 所以,现在先安定先这样。 如果你说是很普遍国情宏观的那些, 我都不一概否定这个观点, 但是问题不是用一个这样宏观, 这样虚无缥的观点, 来掩盖你下面,该作为的不作为, 不符合民意的,你便继续做,是吧? 这个来讲,我都说, 我一直都是从大局稳定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的了, 而不是从一个, 你讲了些事情,好像一个麻醉药那样, 麻醉完大家, 跟着我行我素,是吧? 所以,我第三个提出来就是, 我们都看到是应该合作的,官民应该合作, 但是既然出现了对抗的, 原因在哪裏?官方是否自己本身都要反省下呢? 是吧?好了,到第四点了, 第四点,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那个共同富裕已经有行动了,是吧? 从民营大商家, 你看看它是逐个逐个割肉了, 它说不是,这个不是以前那种的共产, 亦都不是掠你有钱佬劫富製品, 而是说,这个是全过程民主裡面的其中一部份, 我马上就想了,即是民主民生混合了, 无所谓,你说混合都无所谓, 但是如果按它现在这个解释, 它就说这个西方都是这样的了, 西方有一些国家, 它同样是高重税去让有钱人交重些税, 它的累积税制,然后又有社会福利, 跟中国现在的共同富裕差不多而已。 好,一对比起来, 现在大陆就说, 欧洲有些国家,尤其是北欧, 其实那些是民主社会主义来的, 北欧的福利是真的很高的,是吧? 所以,它说中国现在这样做, 其实都是建立的时候的初心, 希望是全民慢慢均负, 去到大同世界,所以这是共产主义的目标。 好了,讲完了之后, 我都说理论上我真的不反对了,是吧? 好了,但是跟着出现的事情, 首先,外国现在所谓的福利主义, 或者有一些社会主义那种元素, 去尽量做到的均负,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什麽呢? 就是当地的人民, 以至利益相关的Stakeholder, 即是给你均负那些人, 它有发言权的,是吧? 它最低限度有一个讨论以至抗争的过程, 而且它们是有权力去影响着那个政体, 那个政权, 谁执政, 这个元素是中国没有的,是吧? 所以,你看看外国它经过讨论, 经过的法律,以至经过他们的政府的高压, 都用高压, 他们是得到, 我是要你有钱的人要帮穷人, 这个就结果了。 但是中间的过程, 是大家会讨价还价的, 是民间的所谓民决, 民间决定的因素是存在的, 但是现在在中国,这个因素是不存在的,是吧? 所以,是不是那麽简单比较, 中国现在在做的那些共同富裕跟西方那些一模一样呢? 我又只能够讲,概念相似, 但是你抽离到概念,就实质不同了,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第四个, 好了,最后一个很简单的, 它说现在共同富裕是跟众商主义、众商家佬, 好,跟着就是为GDP论, 只是看GDP的, 我们现在这个共同富裕扭转这个概念, 讲回要平衡一些,共产党初心就是这样, 我立刻就拗头了, 第一,过去的众商主义, 虽然官方是没有直接讲出来, 但是这个众商主义是为什麽形成的呢? 就是官方自己做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后, 大家都看钱看,钱是金钱的钱, 这个是官方做出来的, 还有当时讲的一部份人才富起来, 就是官方不单止皇亲国戚,国企等等, 才富起来的,这个是官方自己做出来的。 好了,你说现在讲为GDP论是不对的, 大家如果再看回当时的文件, 或者当时的主张, 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文革批判的 维生产力论的翻版, 文革的时候提出, 批判维生产力论是资本主义的,不对的。 跟着改革开放之后, 就觉得要持有GDP了, 这些现在批判的是当年主政的, 是同意,以致推行, 是吧?到现在, 你说早前讲保八, 都是最高领导人定的,是吧? 保不了八了,慢慢慢慢, 这个是客观规律来的, 我都不是说一定要保八, 现在是保六等等的。 所以我就说, 既然是自己曾经提过出来, 现在自己是否定了, 是不是预视着以后, 又会有可能否定今天那些事情呢? 是吧?我不知道。 总之这个是要多去讨论, 而不是说靠一个理论的包装,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感觉得到, 你现在这个全过程民主, 是人民要求的民主了,是吧? 所以,我都是尽量拉近距离的,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即使你说官方吸收了之后, 再修订一下你们现在的论述, 都好的。 如果不是,一看下去, 我这些不可无述的, 都看到很多事情了, 你给其他人, 还准备到很多事情出来,是吧? 所以,今天跟大家都是平心静气, 去讨论下这些问题, 希望又不会觉得我这些是挖瘍吧等等。 今天跟大家讲了好长半个小时,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